往下我们看第三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效力 各位这个表格我们先理解它是什么关系 成立是指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上是否存在 而效力是看它能否产生实质上的法律效果 我们说成立是生效的前提 好这就是成立和效力的关系了 先成立再生效这是逻辑上的关系 往下来看民事法律行为成立需要三个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第二意思表示 第三标的 有些民事法律行为可能还需要其他要素 比如说实践行为 实践行为我们说是需要以交付作为成立要件的 各位最典型的比如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光达成一致还不够 达成一致有了主体有了意思表示 有了货币这个标的 好往下来看 生效的实质要件 第一个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点 意思表示是真实的 第三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烈性规定 也不违背公许粮俗 这就是它的生效要件了 我们来看 先看第一个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先看自然人 各位 这个我们其实在第一章 讲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时候讲过 你还记得根据自然人的年龄 智力 精神状况 可以分为三种 一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 限制行为能力人 三 无行为能力人 各位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两类 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 以及16周岁以上不满18 你自己的劳动收入 都是生活主要来源的 那么也是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一章总结果就是 年龄大 本领强 那么他是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 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并不会因为行为能力的欠缺 而导致无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们说他这边有三类 一 重获利益的是完全有效的 另外 与他年龄 智力等等相匹配的 相适应的 也是有效的 相反 如果是与他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 那么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 进行同意和追认 第三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不能独立实施任何民事法律行为 都必须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代理实施 好 这是对第一章讲究内容的一个回顾 我们来看 法人 法人的行为能力和权力能力是一致的 始于设立登记 终于注销登记 那设立登记就是成立时 注销登记就是法人终止时 对于盈利法人的公司 行为能力 那其实要以他的经营范围为准 各位 你观察一家公司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上面写的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现在还有个经营范围 所以这个结论需要你掌握就是 好 公司 他的行为能力 受到经营范围的制约 注意 下面有个关键问题 如果某家公司 他超出经营范围定义合同 请问 该合同会因为 超出经营范围而无效吗 我们说 并不能仅仅以超越经营范围来主张 无效 反过来讲 如果只是超出经营范围 一般来说是有效的 各位举个例子 好 你现在在听我们的课件 意味着 你和我们的正宝会计网校 定义了个合同 你交钱 我们给你提供讲课的服务 OK 咱们这些是有合同关系的 正宝会计网校 它的经营范围是什么 好 财快方面的培训 这是我们的经营范围 我们的经营范围当中 是没有玩具销售这些项的 但今年我们这个机构 开发了很多周边产品 周边产品可以送给各位同学们 也可以卖给大家 所以我们实质上 从事了一个玩具销售的业务 那你觉得这个玩偶挺好 你花10块钱买了一个 那各位 你看 正宝会计网校这个行为 就超出了经营范围 然后和你签了一个玩具的买卖合同 我们说 这没有违法的情况 它没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 它是有效的 虽然超出经营范围了 所以这句话你理解了 仅以超出经营范围为由 主张合同无效的法院不支持 但你说 超出经营范围都一定有效吗 那也不一定 像我讲的例外 你也不用去背 你听耳朵 各位 有很多领域 它是需要许可的 如果你未经许可 经营范围也没规定 进入这些许可特许经营领域 会导致该行为的无效 比如正宝会计网校 我们的经营范围当中 不含法律服务业务 也不含会计事务所 这种审计业务 也不含期货这种金融业务 如果我们超出经营范围 从此的期货证券 这种金融经营业务 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因为金融领域是特许经营的 这是法人的行为能力 看第二点 意思表示真实 如果意思表示是虚伪的虚假的 对不起 这种是无效的 第三 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硬性规定 也不违背公学良俗 这是我们讲的生效的实质标件 往下来看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各位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是指什么 好 是指欠缺民事法律行为 有效要件 不能够产生法律性的效力的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三大实质要件 欠缺其中任何一个 都会导致它的无效 我们先看这三个词 如果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它是自始无效的 是当然无效的 是绝对无效的 各位 这三个词我是第一遍讲 后面我需要你理解它 并且以后问到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什么特点 这三个词能够脱口而出 第一 自始无效 第一 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律效力 而不是被宣告无效的时候 才无效的 各位 举这个例子你听一听 就是北京很多市民 跑到周边村庄里去 他喜欢山村的环境 空气也好 有山山水水 然后和当地村民 签一个宅基地 和上面这个房子的买卖合同 于是 城里人就去农村去住了 若干净之后 这个乡村拆迁 哎呀 当地农民就反悔了 说当初卖给你太便宜了 只卖了十万二十万 现在拆迁可能要补偿上百万 要求把房子宅基地 要回来 各位法院一审认为 当初签的这个宅基地 和房间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因为我们土地管理法规定 宅基地只能给集体经济组织 内部的成员 你们把宅基地卖给市民 这属于你们这个合同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所以它是无效的 各位注意 这个宅基地买卖合同 假设是2000年签的 好 而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 是2020年认定无效的 各位注意 自使无效是指 这个缺陷从2000年就存在 从2000年它就无效 而不是到了2020年被宣告无效 才变得无效的 只要自使无效 第二 当然无效 我们说它是指 它本质就无法产生法律原效力 不因为当事人是否申请宣告无效 或者法院仲裁机构 是否宣告其无效 而有所不同 各位假设 还有刚才这例子 农民伯伯和市民签了 宅基地和房产的买卖合同 假如说 没有后来的纠纷 也没人反悔 请问这样你不说我不说 就能揣着明白装糊涂认定它是有效的吗 不会 哪怕法院没介入 它也是无效的 这叫当然无效 绝对无效 即 这种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能通过当事人行为进行补证 好 各位什么意思 比如说 刘安琪老师和高景仙老师 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买卖的什么 买卖的是大熊猫 国宝 各位像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它是不能买卖的 这种买卖合同就是 无效的 因为其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后来我来看 原来买卖熊猫是违法的是无效的 得 我们把这个合同改一改 把大熊猫改成猫咪 改成猫咪 那你说猫咪能不能买卖 可以啊 买猫卖猫 这是常见的 那各位 请问 我们把这个合同的标的物 从大熊猫改成猫咪之后 那请问 会使原来买卖大熊猫的合同变得有效吗 不会 因为不能通过行为加以补证 它是绝对无效的 大家看 如果当时通过消除无效的因素 使得它有效了 并非对原行为的补证 而通过自己的行为 设定了一个新的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而原来那个仍然是无效的 所以刚才我说 把标的物从大熊猫变成猫咪 它只是原来大熊猫那个依然是无效的 只问你们之间重新签了一个猫咪的买卖合同 各位这就是自是无效 当然无效和绝对无效 好 往下来看 下面我们会讲五种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种是无民事行为的人 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民事行为的人你还记得 即不到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以及我说的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好 第二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第三 违背公许良俗的 第四 恶意传统死亡他人合法权益的 第五 虚假意思表示的 好 我们挨个来看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我说他不能独立实施任何民事法律行为 他独立实施的一律是无效的 第二个 违反了强制性规定 大家注意 违反强制性规定 比如刚才我取的例子 法律规定 摘基地只能卖给村民 不能卖给市民 最容易签合同 买卖了摘基地给市民 就违背强制性规定 导致无效 再者法律规定 禁止买卖毒品 所以你们之间签个买卖毒品的合同 它一定是无效的 禁止买卖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所以买卖大熊猫的合同 也是无效的 但是该强制性规定 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的除外 各位下面这个内容 了解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法律法规当中 有强制性的规定 但强制性规定 一分为二 又分为效率性的强制性规定 和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 各位什么叫效率性的 就违反这种会导致无效 比如刚才我说的 宅地地只能卖给村民 比如说禁止买卖毒品 禁止买卖大熊猫 就有效率性的 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 但目的是希望更有秩序 如果违反了 你只承担责任 并不会导致该行为的无效 否则秩序就被破坏掉了 各位比如说 我们公司法当中 公司法当中 禁止实际控人 控股东 董监高 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公司利益 你看 这是公司法的一个强制性规定 禁止相关主体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 但是 如果控股东 实控人 董监高 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了公司利益 这个交易 并不因此而无效 因为交易毕竟做完了 它有交易的各个环节 商法注重效率 但是 这些主体应该承担 靠赔偿公司损失的 法律后果 法律责任 所以各位 具体讲就是 只有违反了 效率性的强制性规范 才导致无效 违反管理性的强制性规范 并不导致无效 这是第二类 好来看第三类 无效的 违背 公序良俗的 各位 什么叫公序良俗 顾名思义就是 好 公公秩序 善良风俗 各位 举这几个例子 你懂了 比如说 有家庭的人 他在死亡之前 真实意思表示 把自己主要财产 遗赠给外面的情人 虽然是真实意思表示 也不违法 但是违背了 公序良俗 这个遗赠 就是无效的 再比如说 夫妻两口子 想解决北京户口 结果解决不了 因为找到个中介 中介告诉他 你俩先假离婚 然后再给你找个 有北京户口的人 假结婚 通过夫妻投靠的方式 让一方解决北京户口 这个中介合同 虽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但因为违背公序良俗 所以是无效的 再比如说 代孕合同 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 所以也是无效的 第四个 行为人 与相对人 恶意串通 所在他人 合法权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 是无效的 好 各位 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 你就懂得了 比如说A将自己的房子 卖给B 双方约定 价格是100万 结果买卖合同已经签了 还没有办理房产的过户 因为当地楼市大涨 A反悔了 不想将房产卖给B了 比如说 你别反悔啊 你要反悔就告你 让法院强制执行 你是跑不掉的 A这边 小眼睛一转 一记涌上心头 A找到自己的好朋友C 说C这样 你给我打个配合 咱俩签一个房屋租赁合同吧 这个房子租给你 租给你 20年 好 有个20年的长租 C说 为什么呀 A说 你知不知道 我不想把房产卖给B了 我要恶心他一把 我们后面有制度叫买卖不破租赁 纵然以后房子卖给他 但因为上面有租约 那B是不能把这个租约给解除掉 给废掉的 B仍然要在他未来的房子上负担你这个20年的长租 B也住不成 这样子B如果拿了房子 他肯定也自己不痛快 各位你看 A和C之间 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定义的一个租赁合同 但该租赁合同存在AC恶意串通 损害B的合法权益 所以此时AC之间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 这是恶意串通 好 各位 再举第二个例子 我们到公司法当中会讲的 我们说 A和B都是某家有限公司的股东 我们后面会讲 有限公司股东 如果要对外转让股权 原股东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权 为了维护他们的人和性 封闭性 而设计的制度 现在A就打算将股权 对外卖给非股东 C 比如说交易价格 真实的是100万 OK 但是呢 根据公司法规定 A必须先给B打招呼 问B 同等条件100万 你买不买 只有你放弃优先购买权 C才能买 但是A就铁了心 C要将股权卖给C 不愿意卖给B 于是AC今天就串通了 他俩串通什么呢 咱俩签买的合同 签个1000万的 好 表面签1000万 但是真实还是100万 如果B问咱俩 你俩真实条件多少 咱俩都说1000万 结果告知B了一个假条件 卖给C1000万 1000万你买不买 你看这么贵 我不买了 而它的实际是100万成交的 这属于AC 恶意串通 损害了B的优先购买权 那AC之间也是无效的 好 这是第四类无效的 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看第五个 行为人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 无效的 好 各位什么叫虚假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不真实 我们前面讲过 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生效的要件 第一 意思表示要真实 好各位 举这两个例子 你听一听 比如说安西老师这边 想将自己的奔驰骑车 送给我的好朋友 高志谦老师 但是我这个人 想的比较多 因为我特别担心 别人说闲话 别人说一辆奔驰车 一百多万 你干嘛送给老高 你俩之间是不是有激情 激情四射 你俩之间是不是摘不清楚 我特别怕别人这么说 我老高啊 这样为了掩人耳目 堵住别人的嘴 咱俩之间签个买卖合同 于是我俩签了个买卖合同 我将奔驰骑车 一百万的价格卖给他 但是这个合同啊 并不真实履行 我不会问他要一百万的 然后接这个名目 把车就交给高志谦老师了 别要问 你俩之间是不是有暧昧关系 我就把这个买卖合同给他看 市场价格交易的 堵住你的嘴 答应各位 过多的时间 安西老师又遇到后悔了 不想把车送给他的一百多万 那怎么办 不是又买卖合同吗 向法院告他 要求高志谦老师履行该买卖合同 车给你了 你没给我钱 来你给我一百万 你要不给我一百万就根本违约 咱们就把买卖合同解除 把车还给我吧 你看假戏真做了 对不起 拿这个买卖合同 向法院去主张 让老高给钱 法院不支持 法院会认为 这个买卖合同是虚假的意思表示 你要本质上 这个赠语 只不拿这个说事 各位 这是不是典型的一个虚假的 把真实的隐藏起来 这个虚假的意思表示就是 无效的 各位 再比如说 我和老高之间 想干什么 买卖大熊猫 安西老师这边 还真的野外补了一只大熊猫 但我们都知道买卖大熊猫 因为违反法律的强行规定 是无效的 不能签一个买卖大熊猫的合同 于是我们写了一个 买卖猫咪的合同 你看我们定了一个买卖猫咪的合同 但偷偷的是把大熊猫给到他 他还给我钱的 OK 各位你看此时 买卖猫咪的合同 也是无效的 因为它有个虚假的意思表示 我们并不真的想买卖这只猫 OK 明白什么叫虚假意思表示了吗 再看第二考点 虚假意思表示 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各位什么叫隐藏的 比如刚刚 名为买卖 实为赠语 赠语就会被隐藏的 如果被隐藏的有效无效呢 看它本质 像赠语 刚才赠语一个车 当然是有效的了 所以并不因为它被隐藏而导致 它直接无效 看它的本质 像另外一个 表面前买卖猫咪的合同 实则买卖大熊猫 被隐藏的这个一定也是无效的 因为它是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的呀 好各位 这五种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一起创一遍 哪五种是无效的 第一个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都是无效的 因为欠缺行为能力 第二个 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的 当然是违反效率性的强制规定 第三个 违背公式良俗的 第四 恶意串通 存在贪成合法利益的 第五 虚假意思表示的 好 这是无效的五种类型 往下来看 民事法律行为存在部分无效的情况 如果是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 各位比如说 我和高智天老师 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 有两个标的物 一只猫咪 加一只大熊猫 猫咪部分是有效的 买卖大熊猫部分 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 是无效的 那么无效部分 不影响买卖猫咪这部分的效力 所以 好 这部分 猫咪的买卖 仍然是应该继续履行的 往下看第四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同样重点 两星考点 什么叫可撤销呢 他指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不真实 当时也可以请出法院或仲态机构予以撤销 各位 我们前面讲无效 是虚假意思表示 而这边可撤销是意思表示的 不真实 还不是假的 那我们先做一个比较 可撤销和无效 有什么区别 咦 效率是不同的 各位 可撤销你看 他的名字 可撤也可以不撤啊 在他撤销之前 是有效的 被撤销之后 才变得自使无效 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自使无效的 第二 效率的认定方式 我们说 在可撤销这边 当事人是有撤销权的 他可以选择行使撤销权 也可以选择不行使撤销权 如果行使了撤销权 且法院仲态机构支持了 那该行为自使无效 如果不行使 那该行为就会有效下去 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说 当事人是不能自主选择的 他是绝对无效的 是当然无效的 好 另外 法院是否主动审查也不一样 可撤销是否撤销 当事人自己来决定 法院不会主动介入的 而无效这边 因为本身要么其内容 违反法律法律的前程规定 要么意思表示虚假的 要么主体资格不适合 法院会依职权主动审查的 另外 可撤销这边 撤销权有期限的限制 受到除施期间的制约 而无效的这边 不受到期限的限制 好 这是我们从一开始 好 开宗明义讲的 可撤销和无效的区别 我们来看可撤销 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 总是四种 一是基于中大误解而成立的 第二 显示公平的 第三 欺诈 意思 胁迫 我们先看中大误解 所以中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 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种类 质量 规格 数量等错误认识 按照通常理解 如果不发生这种错误的认识 行为人就不会做出相应 意思表示 基于中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人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好 各位 我们举以下几个例子来理解什么叫重大误解 各位 比如说 安琪老师然后路过一个地方 发现好多人在纷纷举手 其实这是一个拍卖会的现场 举手就代表我在出价 如果对方一落唇 这个买卖合同就成立了 我看好让大家纷纷举手 我与举手 就是我很开心的意思 就是我来了的意思 于是我也纷纷举手 就砰 对方一落唇 要求我必须出资10万元 买下这个奇形怪状的石头 各位 此时我们讲 因为经过了要约和承诺 所以此时合同就已经成立了 但是这个合同成立 是基于重大误解而成立的 我是基于重大误解而实施的 一个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此时你看 如果我不发生这个错误认识 就是我不认为举手 是我很开心 凑热闹 那是不是就我不会做出买的意思表示啊 因为根本就没想花10万元 买这个石头 此时就对行为的性质 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这就重大误解之一了 再比如说 错把买卖当赠举的 也对行为的性质 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各位 再比如说 我是一个五金店的小学徒 今天刚刚上柜 结果来了一个客栈 他要买10公斤的黄铜 我对一个小学徒有点学义不精 我误把黄金当黄铜卖给他了 10公斤的黄铜只卖了好 1万元 但各位我们知道 如果是10公斤的黄金 那可就不止1万元了 各位此时你看 作为卖方就对什么 就对标的物的品种 其实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若不把黄金错当黄铜 就不会把它1万元卖出去 所以此时认为卖方就发生了重大误解 这就是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就可以要求撤销 这个1万元 把10公斤黄金卖掉的合同 再比如说各位 小朋友刚上幼儿园 幼儿园老师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家长 你要学小提琴 让你爸妈给你买个小提琴 还得回来给爸妈说 要买小提琴 而爸妈这边不懂乐器 来到这个乐器商店 结果误把中提琴 当小提琴买回来了 因为他认为小提琴 就是比较小的 结果放在大提琴旁边 中提琴就显得比较小 由于家长就把中提琴 误当小提琴给买回来了 各位你看 这对物的品种 标的物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按照通常的理解 如果不错误认知 就不会买成中提琴 此时这个家长 也可以去重大误解 要求撤销 该民事法律行为 你懂什么叫重大误解了 好 理解就可以了 来看第二个 显示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还指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 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进行 这是行为成立时 就明显违反 公平原则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损害一方 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好各位 你看这里 两种 一是危困状态 二是缺乏判断能力 成立时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好 我们举两个例子 你听一听 各位 说刘安琪老师这边是卖救生圈的 就在小河边做经营 有天我看老高在水里扑腾 眼看就要溺水了 老高说 我要救生圈 我说救生圈 一万一个 老高说也太贵了 我说太贵 你别买啊 老高说那我要了 因为为了救命 各位 此时你看 老高就一万元买了我的救生圈 各位 此时就是我利用老高的危困状态 然后卖的这么高的价格 成立时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老高作为受害方有权要求撤销 好 再看第二个例子 缺乏判断能力 各位 说刘安琪老师这边发现一种烂尾楼 我出一千万把这种烂尾楼给买下来了 你说一千万买烂尾楼 值不值啊 我觉得还好 当然我当时有赌的成分 结果一年之后证明我赌对了 一年之后 这种烂尾楼所在地 旁边建了个小学 东关村富小 分校 结果因为有这个学区 导致该烂尾楼价格飙升至一个亿 OK 结果现在当初的卖方说 这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它值一个亿 这边有学区房 当初一千万就卖给你了 显示公平 要求撤销 支持吗 不能支持 因为你看成立时不是学区楼 成立时并没有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这样市场价买的烂尾楼 是之后因为发现有学区暴涨了 那可不是成立时 那就不叫显示公平 所以各位第二例子就想告诉你 是成立时明显违反公平原则 而不是事后的问题 好 另外注意 显示公平只有受损害一方 有权请求撤销 来看第三个 受欺诈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 各位 什么是欺诈 它包括 固意告知虚假的情况 或者附有告知义务的人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这是当成基于错误的认识 而做出的意思 表示 你看 一个是主动骗人 一个是隐瞒了真实情况 大家看 受欺诈方 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 予以撤销 好 大家看下面一种 第三人实施欺诈 如果是第三人实施的 是一方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方知道 或应当知道 该欺诈行为的 受欺诈方 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 予以撤销 好 各位 我还是举例说明 比如说 最常见的欺诈 汽车 塞塞店 他把什么 把旧车翻新之后 当新车 卖给消费者了 然后你看 这就隐瞒了 他是翻新车 事故车的 这一个重大事实 如果知道是事故车 我肯定就不买了 所以你看 他隐瞒了真实情况 是买方请求错误的认知 此时买方 有权要求法院撤销 该买卖合同 因为卖方欺诈了 各位 这有典型的 好 相对人实施欺诈行为的 受欺诈方 有权请求 撤销 我们来看 是不是第三人实施欺诈呢 各位 有天啊 我在 高智星老师家里 做客 当时做客的 不止我一人 还有我们的 共同的好朋友 老王 当然老王和老高的关系 会更好一些 然后 我看老高 书架上有个花瓶 然后我说 这花瓶不错啊 这花瓶 各位 是现代的工艺瓶 是个房瓶 但是老王说 安琪老师 这个花瓶 是唐三彩 是真的古董花瓶 这个花瓶 市场价 哇 那可能是天价呀 然后 我说 真的是唐三彩吗 老王说 是的 然后我说老高 他如果是真的唐三彩 这个古董花瓶 我出十万元买 你愿不愿卖呢 各位你看 此时老高 作为花瓶的卖方所有者 并没有欺诈我 说现在的供应品 非得说成唐三彩 但是由同在场的老王 这个第三人 实施了欺诈 但各位 老高对此 知道 因为当着他面 而且莫不作声 他知道该欺诈行为 此时老高就真的把这个古董花瓶 打引号的十万元 卖给我了 各位 这个欺诈行为 是第三人实施的 而不是合同的卖方实施的 此时只有当卖方知道的时候 才能撤销 相反 各位 如果卖方不知道该欺诈行为 那此时就不能主张撤销 这是第三人实施的欺诈 来看第四 受胁迫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 他还指 以给自然人及其禁金属等的人身权利 财战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或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名誉 荣誉 财产权益等造成损害为要挟 迫使其基于恐惧心理做出的意思表示 各位你看表述的 以造成损害 迫使他基于恐惧心理做出的意思表示 也就是说并不是一种真实的意思表示 好 第二点 一方或第三人 以胁迫手段 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方有权请求法院 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各位做一个比较 欺诈和胁迫这边有个小的区别 欺诈 如是第三人实施欺诈 因为要求对方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 那此时才能撤销 而胁迫 哪怕是第三人实施的胁迫 也并不要求一方是知道的 好 这边少了知道的要求 这是我们说的 好 受胁迫 好 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讲的四类可撤销 各位我们也不往前翻 你给我回一下 那四类是可撤销的 第一个 重大误解 第二个 显示公平 第三 受欺诈 第四 受胁迫 好 先看撤销权行使的主体 各位我们讲 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撤销权的 只有谁有 只有受害一方才有 各位 重大误解当中 只有误解一方才有撤销权 因为他误解 他受损失 受欺诈 受胁迫 只有被害的受欺诈 受胁迫一方 就有撤销权 相反 实质欺诈 实质胁迫的一方 没有撤销权 显示公平的当中 只有受损方 才有撤销权 所以各位你看 撤销权这边 规定到底是保护那个 受损害一方的 往下来看 撤销权的消灭 下列的情形 撤销权就消灭了 第一个 当时人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入至起 意念内 重大误解的当时人 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入至起 九十天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就消灭了 各位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的区别之一 就在于 可撤销这边 群内的行使 有期限的限制 除此期间 而无效 并没有行权期限的限制 而这里一般它规定是 自知道 或应当知道 至起一年 重大误解是 九十天 OK 第二 受胁迫 自胁迫行为 终止至起 一年内没有行使的 那也消灭了 大家注意 胁迫这边 它的起算点 不是从知道胁迫 而从胁迫行为终止 因为如果胁迫 始终在进行当中 意思表示 始终不自由 不真实 所以是从终止算一年 第三 当时人 知道吃销事由之后 明确表示 会以自己行为表明 放弃吃销权的 吃销权也消灭 各位什么叫明确表示 比如刚刚安琦老师 因为受欺诈 买了一个假花瓶 然后我知道被骗了 我想 哎 被骗 已经够丢人了 再说安琦老师 不差那十万 得 我也不会去找他了 就这样吧 买个教训 就放到我家 以后每次看见他 一苦思甜 这就是明确表示 不再去行为撤销权 或者 我一怒之下 把花瓶光给砸了 这个烂花瓶 让我栽这么的坑 砸了 找个教训 你都砸了 显然你不打算撤销 因为撤销 是需要恢复原状的 对方把钱推给你 你把花瓶推给他 你都砸了 显然你自己的行为 表示放弃了 第四 当事人自 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至起 五年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就消灭了 大家注意 这个五年 是个最长期间 是从该行为 发生之日开始 算的 莫拉卡案四 民事法律行为 被确诊无效 和被撤销的 法律后果 第一 行为人 因该行为 取得的财产 应当预议返还 各位比如说 现在是一个买卖合同 因为有欺诈被撤销掉了 那被撤销掉之后怎么样 恢复原状 买方将买的标的物 还给卖方 卖方把收的价款 还给买方 第二点 如果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 各位 比如说 无迷失行为能力 人实施的 都是无效的 假设现在有个 七周岁小朋友 花二十块钱 买包零食 各位 因为七周岁小朋友 无迷失行为能力人 所以这个买卖合同 是无效的 那么根据第一条 买方应该把零食 还给卖方 卖方应该把钱退回来 但是小朋友 把零食已经吃掉了 那此时就不能返还了 那此时应该折价 补偿 好 来看 第三 有过错的一方 那赔偿对方 有此遭受的损失 比如说 这个无效 就是一方造成的 那造成无效的一方 赔对方损失 如果各方都有过错的 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 好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好 也说 各背各的锅 大家看最后一句话 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 当然是请求返还赛产 折价补偿 或赔偿损失的 参照适用上述规定 好 所以各位 你可以把不成立无效 和被撤销 放在一起来进行 比较和记忆 来看15年这道题目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现在关于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定撤销 自使无效 就是对的 如果你不动用撤销权 他就有效的 一旦动用法院支持 他就自使无效 A当选 B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也称为效率待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 错 各位什么是效率待定的 比如说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实施的 与他年龄致力 互相适应的 这是效率待定 效率待定意味着什么 如果追认 他就有效的 不追认 就是无效的 而可撤销意味着什么 意思表示不真实 那么如果你行使撤销权 他会自使无效 不行是 他就是有效的 好 B 这个可撤销和待定 是两回事 B 错误 C 自行为发生之日起 一年内 当时未撤销的 撤销权消灭 跟我们讲 这个出持期间 不是从发生之日开始算的 是从知道撤销事由之日 一年 没错 而不是发生 发生之日 我们讲有个最长期限 五年 是从发生之日开始算的 OK 但这个一年是从知道之日 C 错误 B 法官审理案件时 发现民事法律行为 具有可撤销事由的 可以依职权撤销 不对 在这里我们说 只有当事人 他去主动 去主张 法院才会去看 如果当事人不主张 法院不能依职权 主动去审查 而相反 如果法院在审理案件时 发现是无效的 法院应该依职权 主动去审查 宣告无效 这是无效和可撤销的 一个显著区别 好 各位 这要题让选正确答案 这要题就是 A 是当选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效率待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 它指 民事法律行为 成立时 效率处于 未定的状态 必须等到 权力人追认之后 才能生效的 这叫 效率待定 各位 效率待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 总共是两类 一个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好 它不能独立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 以及无权代理行为 各位请记得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这边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这么三类 一 生活利益的 和与年龄智利金状况 相适应的 是直接有效的 另外 特殊的一些 民事法律行为 比如定立遗嘱 直接无效 而处于中间状态的 其他民事法律行为 需要经过 法庭代理人同意 或追认之后 才能生效 那么 我们反复多次讲这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十周岁的小朋友 拿一万元 去买了一部手机 或者一个十岁的孩子 在平台上给主播打赏了五万元 这都是需要经过追认 才能生效的 就是效力 待定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相对人的催稿权 和法庭代理人的 追认权 我们就说这个例子 十周岁的小朋友 叫小明 花一万元 从店家买了一部手机 我们说 效力待定 相对人 就是卖给他属于的店家 可以催告他的爸妈 自收到通知 且三天内 予以追认 若追认了 皆大欢喜 那这个行为 它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 相反 如果法庭代理人 未做表示的 就视为拒绝追认 就不发生法律效力 各位 关于未做表示 你要注意两点 未做表示 三十天内 未做表示 另外 未做表示 意味着沉默 此时沉默 是意思表示的方式 这是法律的 直接规定 我们说这个追认权 是形成权 法庭代理人 追认的表示 到达相对人 就发生效力了 你看 这个追认 从我们前面讲的来看 它属于一个 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没错 只需要一个意思表示 就可以 好 再看下面 第四 善意相对人的 撤销权 他说 民事法律行为 被追认之前 善意相对人 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 以通知方式做出 这个善意是指 行为人 相对人 不知道行为人 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 大家注意 撤销权 只有善意相对人才有 比如说 刚才那个卖手机 给这个小朋友的店家 他在卖手机 给这小朋友的时候 看这个小朋友 身强体壮 一米八几 根本不像十周岁的 所以他不知道 这个小朋友 是十周岁 他认为是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以当他得知 是个十周岁小朋友的时候 他不等他爸妈追认 就直接说 得了 就撤销吧 这样子撤销之后 你把手机还给我 我钱退给你 这样我店里好 做账 相反 若他不是善意相对人 他当时就知道 他想去沾这个光 做这笔生意 那恶意的相对人 就没有撤销权了 大家注意这页当中 只要是相对人 都有催告权 但是只有善意相对人 才有撤销权 各位 看我们前面讲的 关于无效 可撤销和效率待定 来看第四 不条件 不期限的 民事法律行为 先看什么叫 负条件的 这个异性考点 不条件的 民事法律行为是指 民事法律行为 附加一例条件 把条件的成有与否 作为民事法律行为 生效或失效的要件 各位举这个例子 你听一听 我有个好朋友 今天考诸块的考试 我说 如果你今年 把这六颗都过了 我就把我的宝马汽车赠予给你 你看 今天其实就赠予 他的行为就成立了 但是没生效 只有他一年六颗都过了 才会生效 附加了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他通过 筑块一年过六颗 你再听 我老高 签了一个雨伞的租赁合同 但加个条件 只有明天下雨 才会把雨伞租给你 否则就不租了 所以你看 明天下雨 就是这个租赁雨伞合同的 生效的条件了 往下来看 民事法律行为 是可以付条件的 这基本原则 但是按照性质 不得付条件的除外 大家看 以下两类 就是按照性质 不能付条件的 条件与行为 性质本身相违背 各位比如说 法定抵消 就不得付条件 法定抵消是法律的规定 即我欠老高100万 是货币之债 他也欠我80万 是货币之债 两个都到期了 我俩彼此都可以在 80万额度内相互抵消 那此时 这就是法定抵消了 那各位 这就是不需要任何条件 就可以抵消 你说我要加一个条件 只有满足什么条件 才能抵消 那不行 就和法定抵消的本质相违背 那又变成约定抵消了 好 第二个 条件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或者社会功德的 比如说典型的 结婚离婚 这种身份性的民事法律行为 原则是不能付条件的 另外如果条件本身违法的 也是不行的 我们来看对条件的要求 各位条件 有以下五方面的要求 第一 这个条件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 相反 已经发生的事实 就不能作为条件 各位比如说 我和高志谦老师这么约定 如果下届世界杯中国队能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 我将赠予给老高4万元人民币 然后去现场观看中国队的比赛 你这条件是 中国队下届世界杯踢进决赛圈 是将来的 下方你不能这么约定 如果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中国队进了决赛圈 或者中国队没进决赛圈 各位中国队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没进决赛圈 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第二个 必须是不确定的事实 如果将来确定会发生的 也不能作为条件 各位比如说 我们这么约定 如果明天下雨 这个雨伞就租给你 你看明天下不下雨 不确定 但相反 我们不能这么约定 我们说 如果明天太阳从东方升起 那我把房子租给你 各位明天太阳必然从东方升起 好 第三 必须是约定的事实 不能是法律的事实 就我刚才讲的 如果明天下雨 将雨伞租给你 或借给你 你看这是我们约定的 而相反 不能这么说 如果主债务得以清偿 那么从债务及担保也就解除 各位 这不是你约定 这是法律规定的 我问你们约定 说 如果现在债务到期了 三年内权利人没有行权 三年内债务人也没有承诺还钱 那此时你再起诉 你就可以抗辩 抗辩之后 法院就不能判定你胜诉了 各位 这就是我们讲的诉讼时效制度 也是法律规定 而不是你们约定的 好 第四 律师合法的条件 违法的条件 好 是不可以的 各位 刚才我们讲合法的条件 比如说 如果明天下雨 如果下届世界被中国队进了决赛圈 如果你考进了重点大学 都是合法的条件 相反不能这么约定 如果你把王武打一顿 打残了 我就赠予你多少钱 各位 这就是违法的条件 侵权不是不可以的 好 往下来看 必须是可能发生的事实 必须有发生的可能性 相反 如果条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呢 我们看 如下处理 好 他说 当时约定 这个不能发生的是生效条件的 应当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 就不发生效力 因为这条件不可能发生嘛 各位 比如说我们说 如果明天地球倒着转 那 我赠予一百万 那个地球不可能倒着转嘛 就意味着这个赠予根本就没有发生效力 好 来看 如果约定为解除条件的 应当认为没有负条件 比如说 我现在要么之铜油卖给你 但如果地球倒着转了 就解除它 各位 此不可能倒着转 就意味着没有负条件 它是正常的合同 各位记住了 条件是将来的 不确定的 约定的 合法的 和可能发生的 好 大家注意 第五项是我们今年的新增考点 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约定了 不可能发生的 那后果怎么样 有可能会在选择题当中进行考察 条件的种类 我们条件案分为延缓条件 也叫生效条件 解除条件也叫消灭条件 什么叫延缓条件 就是现在不生效 条件成就时 民事法律行为才生效 相反 解除条件就是 现在生效 等条件生效 它民事法律行为就失效 各位前面我讲的 如果下一届世界杯中国队进了决赛圈 我就赠诉你2万元 你看 这是签合同的时候不生效 只有中国对近的世界杯决赛圈 才生效 就是延缓条件 生效条件 好 各位 那什么是解除条件 比如说 我将我的卡车租给老高 约定车租给你了 等到 我这边如果一个月内盖房子 咱这个租赁合同就解除了 因为如果一个月内 我这盖房子 我也用这辆车 所以各位 你看现在它生效 如果条件成就 它就解除 这就是解除条件 往下来看 不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1 当神为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 那是非条件已经成就 反过来讲 它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 是非条件不成就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 压打算卖房 问你是否愿意买 你一项比较迷信 就给假说 如果明天早晨7点钟 你家屋顶上有喜鹊 我就出十万买你的房子 假同意 对大家看 假和乙是不是负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买卖合同负条件 负生效条件 如果有喜鹊 才生效 1 回家后非常后悔 不想买了 第二天早晨7点差几分时 恰好有一群喜鹊停在假的屋顶上 1 正要将喜鹊赶走 假不知情的儿子 哪以弹弓 把喜鹊打跑了 到7点钟 再无喜鹊飞来 关于假以之间的买卖合同 以下正确的是 A 合同尚未成立 错 我讲它成立了 成立要件已经满足 B 合同有效 错 因为负了一个生效条件 生效条件是 如果7点钟有喜鹊 它才生效 但7点钟没喜鹊 所以它没生效 B是错误的 C 你有权拒绝履行该合同 C是对的 因为既然合同没生效 我就没有履约的义务 好 C当选 B 你应当履行合同是错的 这个题答案就是 C 比较经典的题目 各位这道题 我们稍多变化 如果这道题 不是假的儿子 把喜鹊赶跑的 而是以不想买 以拿竹竿 把喜鹊给打跑的 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正当的组绝条件的成就 此时视为条件 以成就 那B就是对的 B也就变成对的了 OK 这是我们说的 如果不正当的组绝 或不正当的促成 好 往下来看 负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还指 为民事法律行为 附加一定的期限 把期限到来 作为民事法律行为 生效或者失效的要件 原则上 是可以付期限的 但是按这些性质 不得付期限的 除外 各位 什么叫付期限的 我们举这个例子 说 我现在把这套衣服 租借给你 租借到什么时候呢 租借到今年夏天 出福的时候 我们讲 入福和出福 你看 它这边就附加了一个期限 等到出福 这个租借合同就失效了 没错 我们往下来看 期限的种类 分为付延缓期限 也要使期 即现在不生效 等期限戒指才生效 以及付解除期限 也要中期 即现在有效 等期限戒指 它就失效 刚才我说 把衣服借给你 等到出福的时候 你就还给我 就失效 就显然是一个中期了 没错 各位我们这里要做一个比较 即付期限和付条件 怎么区别呢 各位你注意 期限一定会到来的 就像刚才我说的 等到出福 你就把衣服还给我 你看 出福一定会出福的 入福出福 这是正常的节气 而相反条件 它可能成就 也可能不成就 它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没错 各位比如说 我和朋友达成一个协议 我说 你把你的电脑借给我 借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借到天亮了为止 各位你告诉我 把电脑借给我 天亮为止 天亮就给你 这是付期限 还是付条件 这是付期限 因为天一定会亮 这是确定会到来的 各位 再比如说 现在两日之间 达成了一个房屋的租赁合同 房屋的租赁合同 说这个房屋租赁合同 什么时候 我们就到期就终止呢 说等到一方死亡 就终止 因为一方死亡 它就显然不用这个合同了 不用这栋房子了吗 各位你告诉我 说一方死亡就终止 这是付条件 付期限 这是付期限 因为人一定会死亡 生命是有终点的 相反双方这么简单 租赁合同 如果在三年内 一方死亡 这个租赁合同 就失效了 各位 此时是付条件 付期限 此时是付条件 因为终将死亡 但未必会在三年内死亡 三年内死亡与否 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所以各位 一起来说一遍 期限一定会到来 而条件未必会成就 这就是区分他们的办法 看这道题 22年刚考过的 会计学院研究生李某 和王某约定 合同的生效时间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现在属于 付期限合同的事 人选期限A 李某取得硕士学位证书时 各位 他一定会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吗 不一定 有可能毕业论文不过关 毕不了业呢 B 王某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时 那这也不一定 这也是条件 他未必考得过注快 这么难C 来年夏天出服时 这一定会发生 这是期限 B 来年经济法教材脱销时 未必会脱销 也许没人买呢 所以这题答案就是C 比较简单 好 这是我们讲的 负条件和负期限的 民事法律行为 各位 至此我们第一节到此结束了 我们第二章第一节 叫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我说民事法律行为 他这边对立的概念 叫事实行为 他们的上位概念 叫行为 再上位概念 叫法律事实 民事法律行为 它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 明白什么叫意思表示 再往后一个重要考点 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分为 好 单方的 双方的和多方的 有偿的和无偿的 负担的和处分的 好 等等 这是分类 再往后讲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效力 效力是重点 效力我们讲 无效的 有五种 一无迷失行为的人独立实施的 第二点 意思表示虚假的 第三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四 违背公事良俗的 第五 恶意串通所谈他人合法权益的 再往后是可撤销 即意思表示不真实 有四种 第一 重大误解 第二 胁迫 第三 欺诈 第四 显示公平 再往后效力待定 有两种 一是限制民事行为的人 独立实施的 与年龄智力金状况不相适应的 需要他的法定的人同意或追认 再就是我们说 狭义的无权代理 也是效力待定的 再往后讲的是 副条件和副期限的 注意分清条件和期限的区别 第一节到此结束